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刘孟娇02星穷铁道2.2 皮诺康宁一条龙地图全收集攻略宝箱 折子小鸟护照帖子书集梦境迷中 齿轮往下一桶金表 超隐藏成就了孟娇热杀海选会场大剧院 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 传送到刘孟娇中间的17广场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西方向小地图都左方 我们往前走,走到头 在这个两个椅子的左侧这个油桶 有个小鸟,我们给它拽出来 海盗小鸟 拽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这里有个向下的楼梯 我们走下来,一直拐到里面的镜头 有一个宝虾 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再拐上来 拐上来之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我们往前走,上前方的楼梯 走到头之后我们往右拐 下楼梯来到对面 来到对面楼梯上之后 来到上来之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 就是一个小鸟气球 我们给它拽出来 拽出来之后我们再走上来 走上来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来到前方的大楼梯上 来到楼梯上之后我们往右看 我们就能看到前方有一个宝箱 在这个正中间 我们拿完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上角 这里有一个路灯 在这个路灯这里有一个小鸟 是需要总共在两下三下 观景小鸟 这个确实是个观景的好地方 然后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往前 下前方的楼梯之后 下楼梯之后 在我们右前方有一堆就是椅子 在最右侧 最右下角的椅子上有个小鸟 我们给它拽出来 拽出来之后 这个获得成就 这应该是总共集齐了多少只小鸟的成就 接着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的右方 我们往前 这个地方有一个猫热切的井盖 那我们点击一下 就是巡猎井盖 这总共是有七个井盖 你注意一下进度条 我这个C1前方 我标了一个星号 一定要注意这适合星号C1 不要跟别的击混了 它总共是有七个的 然后在前方 我们拿掉这一个梦炮这个贴纸 拿了贴纸之后 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下前方的楼梯之后 在前方 左前方有一个小亮点 我们点击调查 然后获得贴纸 接着在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这个参测车头这里 我们点击调查 调查完之后 我们上前方的楼梯 上楼梯之后我们往左看 这里有一个感大号 这个战蓝爵士 就是一个任务 本帝我不会带你们做这个任务 但是你们可以挑到结尾 选择10亿竹梦克 就是这个任务 在那一批我会带你们做 你做完之后你再跳转回来 如果你不进行跳转 我告诉你一下 你会缺哪两个书籍跟贴纸 我们先打开贴纸 找到这个竹梦克 你会缺这一个祝梦斯 记录战蓝爵士故事的贴纸 然后再一个你会缺就是14 14梦中群星 梦中群星 拉到下方有一个折纸五节 你会缺这两个贴纸 然后这个折纸五节 你如果说你做完了这个 叫什么祝梦斯你没有获得 那就是你之前版本的那些小鸟 你没有完成 你需要先去完成那些小鸟 然后再去什么现实酒店 跟那个对话之后 你才能够获得这个贴纸 然后缺的书籍 一个是盛会之星收藏卡 拉到最下方 你会缺少这个折纸祝梦斯的贴纸 还有几个书籍 同时还有这个祝梦斯档案记录 你也会缺这一个书籍 接着我们继续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我们往前 往前走 这里能够看到一个站牌 来到站牌这里我们点击调查 把这个小鸟给它拽出来 拽出来之后 点击下方还有一个站牌 我们点击 然后这里需要投一个 爱迪恩的代币 如果说你没有 那你打开小地图 来到黄金的时刻 黄金时刻最左侧的 甜蜜语传送点 然后往上走 找到这个派对客 担心你去那里 买几个代币 满代币你回来 回来之后我们往前走 这里我们就可以选 就可以前往天台了 你是投完币之后 你才能有这个选项 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 永久性车票的成就 接着在前方 台阶桌子上 我就能看到一个小手 我们点击试取 然后获得一个贴纸 同时也是一本书籍 再搭到旁边 又拾一个宝箱 我们拿掉这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再左侧 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迷中 我们解迷 首先离我们最近这个蓝色 我们点击一下 两下 三下 然后这个上方 那个橙色的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在这个上方的蓝色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下方这个黄色 我们给它拉到最上方 接着下方这个蓝色 我们给它点击一下 两下 接着我们把这个上方的黄色的 我们拉下来 接着上方橘黄色的 我们给它点击一下 两下 然后把这个镜子 拉到最上方 拉到上方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最下方的黄色 我们往上一点一点踢 让它能够形成一条通道 这个上方 你看到这个上方橘黄色 这个地方 形成一条通道 好 让我们唤醒 获得奖励 接着在它左侧 在左侧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气球 这个缺口处 我们用一个 换上我们的三月期 然后各位也可以推荐一下 还有谁能够获得这个成就 接着西方向小低头左方 这有个搭广告牌 然后这里我们抬头 能够看到几个香鸟的头 我们给它拽出来 这里总共应该是三个 我刚才点错了点了一个 接着我们再往左看 来到这个站台 我们前往就是睡城 出来之后我们往前走 然后一直往前拐 上楼梯之后 我们右手边 右前方 有一个小书籍 在这个桌子上 然后我们抬头 这个广告牌上 又是一个小鸟 我们把它拽出来 好拽出来之后 我们下前方的楼梯 在前方下楼梯之后 这个井盖 就是什么消防栓旁边有个井盖 又是一个莫热切的井盖 然后这里是毁灭井盖 注意标号 就是CN号 然后CR 接着在前方蓝色气球 蓝色气球处我们左拐 左拐下方又是一个宝箱 然后宝箱之后我们回来 回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 小地图右方 前方我们解锁 承松点之后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是一个 梦炮 贴纸 然后贴纸之后 我们往右看 这镜头又是一个宝箱 拿恩宝箱之后 我们来到回到传送点的地方 回到传送点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下 小地图左下角 这有一个筒的令氏 我们跟他对画 对完画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传送到一个其他的地图 然后我们再传送回来 再传送刘梦娇 这个最右侧 最藏到传送点 出来之后我们往左看 这里有一堆人围着这个筒 我们再次点击对画 接着我们再一次打开小地图 再传送到其他地图 然后我们再传送回来 或者说你点击叫什么来着 试用 好像点击试用也可以 试用退出来 然后接着我们再往左看 就会变成一堆紫色的气泡 然后我们点击对画 然后获得成就 外加一个贴纸 接着我们往前下楼梯 接着我们往前下楼梯 解锁这个迷宗 我们修复 进来之后我们先把这个镜子 拉到最下方 然后这有一根蓝色的 我们点击一下 两下 然后接着把最上方的黄色 我们往上拉 拉到头 然后把最下方的这一根档 我们也拉上来 接着剩个最下方的就是一个T字形了 我们给它拉上去 接着我们把这个最左侧的黄色 我们拉下来 然后现在变成最上方的这个黄色 我们拉到头 拉下来 顶到这个最下方的墙 然后这个蓝色的点击一次 然后最上方这一个黄色的 我们拉下来 然后我们唤醒 看看看看 接着我们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往前走 前方能够看到一堆箱子 我们来到箱子的前方之后 在我们的西就是 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 这个窗户 第一个窗户这里 我们有个香料给它拽出来 好 拽出来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传送到上方的 赤子的月光传送点 出来之后 我们回头 回头一直往前走 最下方 我们就能看到这一个宝箱 我们打开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再打开小地图 再传送回最上方的月光传送点 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 这里有一个宝箱 南宝箱之后 我们回头 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大叔 这是熟牧人 我们跟他对话 对话之后 我们直接退出来 获得贴纸 接着我们上前方的楼梯 来到轮椅的地方 来到轮椅的地方 之后 我们往右看 这里有一个猎狗 我们点击调查 然后获得一个贴纸 然后说一下 在2.1的时候 一跳龙就有人问我 为什么这有一个猎犬 你没有拿 因为这是2.0的成就 你在2.0 把那个五个地图的猎犬 全部拿了 就已经跳了一个成就 所以说后续版本出的 它就已经没有用了 如果说它再后续更新 要是全收集 获得成就的话 我再带你们做 但是目前是没有用的 然后接着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这个柱子的后方 这有一个赏月地 我们点击调查 获得成就 接着在我们的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下角 这个柱子的后方 这又是一个小鸟 我们给它拽出来 在这个柱子后方 栏杆的地方 然后它往右跑了 我们再拽一下 然后它又往右跑了 我们再拽一下 好 接着我们回头 跟这个钟表匠 我们点击在前方的字子的梦 然后跳转过来 我们直接跳转到其他地图 然后获得成就 然后我们现在是12个战利品 一个王虾一桶 然后我们点击二层 点到小鸟这个位置 这里是16只小鸟 然后我们15最后的大夯 这个贴纸就插一个 最后的这个刘梦邦的足迹 然后笔记贴纸插一个 垃圾桶附近诗取 与你同行的回忆 这是四个成就 钟蜜探奇 这是两个成就 然后这个钟表小子 一本书籍 记得关注再走哦